先前我们在基本的逻辑概念那边 讨论到了这个敌模跟定律 内容是呢 如果我们讨论两个叙述 一个是P一个是Q 然后他们的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P且Q的话 变成一个新的叙述 然后呢我们要找它的否定叙述 就是非 然后夸号的P且Q 那么呢最后我们知道 得到的结果你可以把这个非呢 好像是这个分配率沉进去一样 变成非P跟非Q 但是呢中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从且的关系变成或的关系 OK 从且的关系呢 变成或的关系 那同样的呢 如果今天是这个非什么 P或Q这个叙述的话呢 则就会变成非P怎么样 跟非Q之间的关系 就变成一个且的关系了 好 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逻辑叙述上有敌模跟定律 那事实上呢 在集合的领域里面 也有敌模跟定律哦 那我们把集合的这个领域的敌模跟定律呢 跟大家直接说一下 集合里的敌模跟定律呢 第一个式子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如果今天呢 我找A连级B的补集合 的补集的话呢 那我会得到什么东西 我就会得到很有趣 是这个Prime呢 可以放进去 OK APrime跟BPrime 但是原本的连级 就要变成交集 OK 这是第一个式子 这是第一个式子 那第二个式子呢 很有趣 当然就是有点类似反过来咯 如果今天呢 A跟B交集之后 取他们的这个补集 那就会得到呢 APrime跟BPrime的什么 的连级 那我们呢 来做一个小小的证明 给大家看 为什么呢 这个会相等 我们呢 画四个 这个语集合给大家看 四个 OK 这边呢 有四个语集合 都是这个U 好 我们画四个语集合 在这里 都是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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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讨论的AB呢 都在它的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里来画一个这个A 这里画一个A 这里画一个A 画在这里好了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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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A 然后呢 再来我们这边A 画完了以后 A先给它命名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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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再画B B B集合 画画在这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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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这里是B 好 我们呢 就写一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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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A A 连级B 的 这个 补集合呢 我们先注意一下A 连级B 是什么 我们先尝试用粉红色 这个白色呢 来表达出来 A 连级B 就是A跟B 整个连在一起嘛 就是这一块 对不对 这一整块都是 A 连级B 啊 A连级B的 补集合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用整个语集合 去剪掉这一块 所以 整个内容在哪里 就是外面这边啊 就变成我这边 给它倒一个这个 深的 红色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OK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什么 A 连级B 的 以外的部分 就是呢 的语集合 的这个补集合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什么叫做A 交集B'呢 好 我们把A'呢 也是尝试一样呢 用这个白色来画好了 A' 我们用白色 这里 白色 A'呢 是A以外的部分 所以呢 A'在这里 我们画一下A以外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呢 会跑到B的里面 A'是A以外的部分 好 我们这边呢 画起来 画起来 OK 然后呢 B'的话则是什么 是B的补集合 也就是B以外的部分 我们尝试呢 用这个橘色呢 把它画起来 B'看清楚咯 B'长这个样子 从这边 这样子 B' 有一部分呢 是在A的里面 然后呢 大部分呢 是在A的外面 但是重要的是 它整个是在 B的外面 对不对 OK 好 这个就称为B' 那现在我们发现一下 什么叫做A' 交集B' 你看 A'交集B' 就是呢 白色跟橘色的地方呢 都要拥有的区域 是哪里 哇 现在呢 看起来就有一点点复杂了 我们再一次用红色呢 来画它 你看白色跟橘色都有 交织的区域 就是这边啦 有没有 就是这边 我们把它呢 画起来 就是这边 白色跟 这里只有白色 这里只有橘色 所以呢 这里什么都没有 这边我们就不能画 但是白色跟橘色交织 这个是交集的地方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A' 交集B' 好 这边我们快画完了 A' A' ' 好 赶快左右对照一下 你发现什么事情 你发现 虽然呢 这个图没有画得很完美 但是这两个图根本就怎么样 根本就同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左边这个图我画的是 A连及B以后 去取补及盒 那现在呢 右边这边是我先取了A的补及盒 还有B的补及盒 A的补及跟B的补及之后 然后呢我让他们交集 我发现这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OK 这就是集合的迪摩根定律的第一个式子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个 如果今天我是A先交集B了之后 我用白色画在这里 A先交集B了以后 不是是这一个位置吗 这个白色的位置对不对 那A先交集B之后再取迪摩根 就是它以外的部分 所以就包含了地方可多了 包含这一块 包含这一块 也包含这一块 这三块呢 都是 还有什么 A交集B以外的部分 就是A交集B的补及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既然这边呢 我们知道 这是 我们写一下好了 这个是呢 A交集B以后的补及 那我们来看一下 A'在哪里 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呢 A'我们一样用白色 在这个A之外 我们呢画快一点 OK 在A之外 A'呢 在A之外 这些地方 OK 好 画起来 然后呢 B'呢 我们这次用这个 浅橘色好了 在这个地方 OK B'呢 在这里 B以外的部分 OK 我们呢 方向给它相反一下 好 B' 在这里 OK 这里也是B' 这也是B以外的部分 我们把它画起来 好 所以什么叫做A'连及B'呢 也就是 只要我们现在有上色的区域 都是我们要的 OK 也就是A以外的部分 跟B以外的部分 联合在一起 那 你只要有上色 不管是白色橘色 或是白色橘色 都上色的 都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发现 这整个区域呢 你把它涂起来的话 发现怎么样 我们现在上红色的部分 其实就只是 中间这一段空白以外的地方嘛 中间这一段空白以外的地方 跟这个白色以外的地方 不也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地方 颜色上满的时候 这个地方颜色上满 再一次提醒大家 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的内容是A'连及B' 你会发现左右根本也是 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这种图示的方法呢 去证明了这个敌模跟定律 好 那现在呢 我要来跟大家 来聊一下咯 你仔细看一下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做一个配搭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 去做一个配搭 其实啊 然后沉进去以后呢 从这个连及变成交集 从或变成且的关系 而同样的呢 这个非 那个P且Q呢 会等于这个非P或非Q 它对照起来啊 跟上面这个A先交集了B之后 OK A先交集了B之后呢 这个交集跟且的概念 其实是很像的 那再加一个非 就否定叙述 跟这个Prime的概念 其实也很像 OK 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敌模跟定律 既可以呢 在逻辑上使用 也可以在集合上使用 那已经用图示的方式 跟大家证明了 未来请大家要好好的熟记 跟常常使用 请大家看